十大猛犬排行榜 但对主人极其忠诚而且服从性强 尤其是对儿童特别和善友好 第九名 中亚牧羊犬 中亚牧羊犬这一品种历史悠久 已有四千多年历史 它们身材雄伟 比起脏傲 个性又温和许多 是极其出色的牧羊犬 第八名 坎高犬 坎高犬的威名早已在外 据说小偷和入侵者进此狗 都不用纠缠 会直接溜走 它是土耳其国犬 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熊猫 常被土耳其用于外交 是土耳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第七名 巴西敖犬 巴西敖犬身材魁梧 长相也极具威慑逆 令人害怕 它们追踪能力极强 灭物一旦被它盯上 逃跑的机率几乎为零 是念人忠实的伙伴 第六名 罗威拉犬 罗威拉犬极具勇气和力量 曾被用于看守流群 它们拧地意识强 会攻击入侵者 但它们听从口令 会绝对服从主人的指令 第五名 高加索犬 高加索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 猛犬之一 凶猛无比 最初用于兵禁巡逻 由于体型较大的原因 并不适合城市生活 现在多用于家畜看护和安保 第四名 杜高犬 杜高犬最初是用来守卫家园和狩猎 它们是优秀的护卫犬和猎犬 但凭借其结实有力的身材 杜高犬也广受斗犬爱好者的青睐 第三名 日本屠左犬 在日本斗狗比赛风靡一时 日本把屠左犬看作为武士道精神的化身 屠左犬健壮的体魄和强悍的本性 让它在比赛中战无不胜 第二名 藏鸥 藏鸥原产于西藏 体型高大凶猛 被看作西藏人的护卫犬和保护神 它们通常对陌生人有强烈敌意 但忠心护主十分听主人的话 第一名 比特犬 比特犬就是为战斗而生 性格凶猛好斗 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猛犬 同时不敏感的痛觉神经 以及强大的咬合力 都让它在战斗中傲视群雄 没有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